他一拳砸碎恒大休息室玻璃 险些被许家印开除球队 在巴西踢野球谋生的他 却在加盟恒大后拿到百万美元的年薪 他就是脾气最火爆的中超外援 巴西后卫宝龙 从野球场一路踢到中超 宝龙绝对算是中超外援里的奇葩 在巴西老家 从未受过一天专业足球训练的宝龙 凭借187的身高 和壮如野牛般的身体 横行当地的野球圈 可正是因为太过依赖身体素质 让他养成了不少业余的防守习惯 以至于踢上巴西职业联赛的前两年 宝龙四次被红盘罚下 一年加盟恒大后 宝龙在对阵天津泰达时 和泰达外援卢西亚诺抢头球师相撞 谁知卢西亚诺当场颅骨骨折 并因开颅手术再继报销 尽管当时的宝龙用坦克般的身材 扛住了一众中超前锋 被广州球迷亲戚的称为暴龙 但时常走身和失误的毛病 却也坑惨了恒大 一年对阵长春亚太 正是宝龙的注意力不集中 送对手单刀破门 没过几天 对阵上海身心时 当恒大一球领先即将赢下比赛时 又是宝龙在禁区内的手球犯规 让对手打尽点球 接二连三的低级失误 让当时的恒大教练李章珠大为恼火 甚至在一二年没给宝龙报名亚冠资格 李章珠曾解释道 有些失误宝龙在中超能追回来 但在亚冠只会害了球队 宝龙的恒大生涯 一二年恒大主场一战贵州人和 开场仅18分钟 对手就利用宝龙的失误打尽一球 忍无可忍的李章珠立刻将他换下 万万没想到 下场后的巴西人不是做回了替补席 而是直冲恒大更衣室 随后只听砰的一声 房间的玻璃被宝龙一拳干碎 恒大的许老板听闻后大为震怒 并打算连夜开除宝龙 而自知闯祸的巴西人当晚就向全队道歉 并给许老板写了一封检讨书 尽管这出闹剧以球队接受道歉 并要求宝龙出钱修好玻璃告终 但巴西人的出场时间急剧减少 仅一年后就离开了恒大 出人意道的是 重返巴西的宝龙却对恒大赞不绝口 他解释说 在中国每周最多替两场比赛 恒大却给我开百万美金的年薪 甚至免费住在豪华的公寓 光是赢球奖金就够平时花销 工资都被我存了下来 却恒大这一趟绝对不亏 如今38岁的宝龙还未退役 只是那只广州恒大早已物识人非